请不吝点赞 服务 breaking theама everyday fashion igentbass ki Hello 我是가요 你好 我是 Ronaldo 又是我 今天间隔着的拍桯不同了 是 今天我们做什么呀 我们今天来介绍巴士 介绍巴士 台上的两辆巴士 就是这两辆 有什么这么特别呢 そ头铂正什么 谈论货 1962 elg18人 你知不知道他是走什么路线呢 走什么路线 看一看 73X 走大埔至全彎 可能一些巴士迷或粉丝都会比较关心 就是我们推出这个 73X 的版本 为什么这件事叫做玻璃梯呢 这边你当然看不到什么事 转转另一边给你看看 这个就是玻璃梯 为什么叫玻璃梯呢 就是在上落楼梯位的时候 转转一些比较透明的玻璃 这方面乘客上落的时间 就可以看到窗外的情况 所以这架顾名才叫玻璃梯 那你又知不知道 我们之前已经出过展会限定玻璃梯 我们现在又要阻出那场上 为什么要阻出呢 阻出的原因是因为不同 这架车是一个很特别的车 还记得我们之前出的玻璃梯 是一架Teslaw 没有路线的 那一架是一个出厂的版本 而今次我们出的这架是有路线的 车牌是WG9827的车牌 而它的车队编号是E6X6 它最特别的就是 它是第一步在香港行走 投入在客服务的E500 FaceLit 12.8米 是玻璃梯斜 是 那不就算很不正常 没错 其实它是比较特别的 正常来说 一辆巴士 车队编号 X后面的数字 是代表他们的编号 通常是X1先走 而今次是X6先走 所以我们就选了这架 因为它这么特别 所以我们就出这架 没错 你知不知道它还有一个特别之处 有什么特别之处 你不知道 有没有那么特别 你特别 巴士特别之处 这架虽然都是红色巴士 但它扶手方面 是改成灰白色的 而全部座位都加装了安全带 会更加安全 是 做人安全一点 走路也是 交通工具那方面也是 这架还有一架 这架是发生什么事 这架我知是龙云巴士 但好像你熟过 我熟过你 当然 我现在讲一讲什么事 龙云巴士 我们是出了S路线 S路线和A路线有什么分别 我又考虑 嗯 是否一个快点 一个快点 快点 你的头快点 这个S路线是北大嶼山路线 会途经机场和东涌路线 对 A路线 我认为一般我们的粉丝都知道 A路线是机场巴士 但这架巴士的拉法又有特别 这个反而我知道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好 如果龙云巴士来说 最主要分成A线和E线 如果我们这次是S路线 所以你看到它车身的拉法 就是这样 是一个扶手梯式的拉法 那就是扶手梯 没错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之前也推出过一款 龙云车仔 就是这架 这架 因为它是走A线 所以它车身的拉法 是抽油烟机式的拉法 这是抽油烟机 那不就很惨 那你加入我们会员 但是我又很想拥有 你又很想拥有 是的 这次你发达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刚刚Facebook 过了五万人 很厉害 所以这次热烈庆祝 我们将会 不是会员都能买得到这架车 就为了热烈庆祝这件事 那我几天才能买到这架车 会员限定当然是星期六 但是你没有会员卡 这次也能买到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喜事 最近疫情 社会有这么多不开心的 抚名的消息 终于有一件事 令我们开心 就是在Tiny也发生 我们是不是会员 现在星期六 一开店就可以买到这架车 那说了这么久 其实我还没赞到Tiny的Facebook 不是 Tiny的Facebook是什么 那我又要告诉你们 又要抛薯包 那我们是Tiny.com.hk 但是我们不知道Facebook 那还有什么呢 你这么刺激的人 就必须要说IG 我知道Instagram是什么 Instagram是HKtiny 又让你知道 那我想看这次的影片 如果想看这次的影片 如果想看这次的影片 看影片哪里看呢 Youtube 但Youtube是什么 Youtube是什么 TinyHKofficial 就不要上错那些GIF 甚至看其他影片 我很乖 很乖 很乖 那我们这次就介绍了这么多 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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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